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柏尔赫斯 我跟吴老师读的东西肯定是非常类似的 马尔赫斯 他高中读的就是我大学读的东西 那时候是最自由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叫贝索斯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其实不知道十年之后变化会怎么办 他说我只知道十年之后不会有人问我 说亚马逊东西可以卖贵一点 也不会有人告诉我 亚马逊东西货可以贵卖一点 所以他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 但是我知道什么是不变的 所以我永远向着这个不变的去进去 他说我冲着这个不变的东西 去建筑我的商业的东西会比较特靠 江南村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企业家 他今天给我一个挺大的一个启发 其实当一家企业变成一个平台公司 或者基础设施公司以后 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去做跨界式的打击 但分钟一直固守在自己的电梯里面 那么是跨界打击的公司更具有价值 还是垂直的公司更具有价值 其实到今天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打 可能最终时间会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有烟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穿过天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牌夺得 歼20领导人集体合影中 战事不会呈现了一个璀璨夺目的特性 在战争的战争的战争 因为经营不善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州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制造 王总讲的欧洲 欧洲本身是个尾 先定可能达到小调 要说我先正在一例 货币超巴和低利率 刺激了新一轮房价地价报价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 达到6.51欧元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哎 哎 怎么了 你为什么自己不买个楼了 我没有楼呀 从初到这儿已经十几年了呀 这已经是 你来的时候已经算是装修过的 已经听下去 没装修过就还看到 你要买个楼呀 没有 我昨天查那个 布布斯内地富豪榜 你是第三十位 我看了些 你是第一个上海人你知道吗 什么第一个上海人 你是排名最高级的上海人 所以我们上海人不就很抠吗 去你学校 你有东西吗 没东西 你喝点我来我来我来 你好 你要喝喝啥 我就来飞那个 哪七多号来放 哪些人贵系 姓江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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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做这些 我做 那你做那些好 那你做那些好 这两天我让我再看写的同胜战 哈哈哈哈 是吧 孩子就大了 孩子就小了 九岁 九岁小孩也只有 自主意识的 这个要干什么 我觉得就是 你得培养他的口味 就是你说 任由他发展 这种心 你要去 就是诱导一下他的口味 结果他的口味是往这个 其实你说 你放任他的 往什么地方去走吧 其实 他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 你往这个诱导 诱导之后你发觉 他的兴趣真的是 往这个地方去的 对 这是对 我上次 我们慈善晚会的时候 我带他去 我说你可以跑去 跟马化腾合影 然后他也跑去 跟马化腾要求合影 他喜欢商业吗 小孩喜欢商业吗 是吧 立志要做私有 我说那你就看好 这两家东西 对吧 其实他不要学习 要学就学最高端的 他知道马化腾吗 他知道 他对马化腾已经很熟悉 对马云已经很熟悉了 那天马云不在 等他们孩子们大了 这两个马老师也奥起来 哈哈哈哈 打法也不一样 对 现在很熟悉 没关系 这个商业思维可以学习 对对对 商业思维 对对 学的至少在当前对顶级的商业思维 对不对 我以前就在这个上课的 你上面看到有一个阳台吗 这个拉了 这个阳台以前鲁迅和徐志摩 经常在上面 徐志摩经常在上面 徐志摩经常在上面 郎宋师哥 虽然我也经常在上面 郎宋师哥 你是当过这个学生会主席啊 对 那师摄社长 师摄社长也当过 那你当年是很风光 我是一年级就来当师摄社长 然后一年级下又当学生会主席 我基本上还开创了 一年级就把这两个都当完了 到两三年级之后就出去工作了 就卖广告了 就是拍广告 这个做广播片导演 然后呢就去挣钱了嘛 那么早 九二男性讲话了呀 哈哈哈哈 九二男性讲话了之后 我们价值观发生改变了 当时你喜欢商业吗 嗯 开始很不喜欢 双鱼座的人是两个极端 一方面呢 可能在那个角度来说 你是特别痛恨商业的 当你两年级三年级走向商业的时候 你就确定拥抱他 也觉得挺好的 确定拥抱他 就我组织一次诗歌朗孙会 我就唯一一年搞一届嘛 那届我搞 我觉得很多人已经不喜欢听诗歌了 91年的时候已经不太有人听诗歌了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人人坐上一个门龙诗学 对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办呢 一定要把女生吸引进来啊 不然的话我们写诗歌的人 就没有价值了 哈哈 我当时在学生会领社团联 领了一百张海报 以前呢搞一个诗会呢 都是到上面 比如说海报栏 我们这种海报栏上贴 比如说找五张海报贴一下 我不是的 我找一百张海报 这广告的这个核心的一本 在重复 我就做一百张海报 每一天砸出去很多海报 大家注意很多海报呢 写的内容都不一样的 然后围绕什么呢 围绕女生的生活轨迹 从澡堂到打水到吃饭 我们就把他目标说的生活轨迹 全部路径全部出来 然后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海报 分一周时间 全部贴在他们的门口 让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看到过 这个诗会开了一点 现场爆满的 所以你搞分钟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所以都是有来路的 结果呢 我们那天是爆满的 但是爆满给我一个很长 我觉得很高兴 你看我的广告起作用了 但是你可以发觉 等于我们讲到半当中的时候 纷纷退场 这些女生都 我们大概讲到最后的时候 还留下20%的人 就是可见时代变了 所以他认为时代变了 人们不再需要诗歌了 那些女生去干嘛了呢 他认为那些女人去找钱去了 中国被卷入到了一个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所以应该是荷尔蒙 是虚荣心 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恐惧 逼迫的他说 我不再当事社社长 而去为人去写广告词 去当一个广告公司的一个经理 或者创业者 对 我以前有次在北大演讲 演讲堂里 然后讲完以后 有个心理系的一个女博士站起来 他就问我问题 他说 那时还有电视 他说 讨广告 看到脑白 脑黄金 是吧 今年过节不送礼 送礼就是脑黄金 然后每次看到这 我把电视机就关了 然后换频道了 神经病了 洗脑了 有一次他说我去到医院去 看一个病人 然后送个礼 发现随手礼没带 买什么东西呢 脑子里唯一想去 今年过节不送礼 送礼就是脑白金 这就是条件反射 广告要创造就是人对 就让你恶心的为止 条件反射 其实你是一个好的广告 他印尽你消费的心智当中 当你进行消费决策的时候 他马上形成条件反射 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好的 结果就买了脑 脑白金 对 骂骂咧咧咧的买了脑 对 对 你把我当商品 你帮我分析一下 如果我要借助你封重的平台来做的话 怎么把我引爆 他要首先对吴小胖是做一个很清晰的定位 比如吴小布老师说自己可能会讲 这个可能吴小布老师实质上有三大优势七大卖点 但是消费的只会记住一句话 只会记住一句话 用一个简单方法 OPPO手机是拍照很好的手机 精力手机是超级续航的手机 小米手机是性价比很好的手机 食商人士手机用苹果商务人士手机用华为 你会发现他不会去记你的三大优势七大卖点 他性质结构厌务复杂 所以你最后用一句话定义 你只能用一句话说出你的差异话 说出别人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的理由 吴老师你去想 这叫B4老板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比如如果你是个商品的话 我叫寻找销灌 谁有1000个商店 他家促销人员去卖吴老师的书 或者卖吴老师的很多的这个 他的话数是什么 十个前十大的销灌 他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话数卖掉了吴老师 这往往是对的 第三个部分是研究吴老师的粉丝 到处介绍说你要看书 还是你要看这个知识经济 你要去看吴老师的这个东西 好这个是因为什么 这是一个忠诚的客户 向朋友推荐你的时候 他用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把这个三个合在一起 你往往可以找到吴老师的一个定位 我还从那边这样找个字 你可以找到看这个字 第一个叫顾客认不认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销售用不用 第三个部分是对手恨不恨 所以我就说从这个三个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广告语是不是对的 所以他一定是有方法论的 在这个方法论狂解之中 他要去做分析的时候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具体的句实是很好 老大的写法一定是你想在这个市场上你是老大 你是烤鸭就去全聚德 果冻我就吃喜之狼 要租车找神舟 装修就上土巴兔 这就叫封杀品类 封杀品类 你代表知识经济 比如说这就叫封杀品类 第二个部分如果你在知识经济里面 你所在的这个品类里面 不是老大 你是老二怎么办 老二就是去挑战老大 找老大麻烦搓轮摊 比如说上天猫就够了 这就叫封杀品类 那么进攻性的 老二就是做进攻性的 同样低价买一针的 同样低价买一赞的 同样低价买一块的 这个句子就是说我去挑战 找出我的特性 找到我独有的价值 第三个部分 一个专门做特卖的网站 唯品会 叫垂直聚焦 你们老大老二都很大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是在特卖这个礼仪 更专业更专注 你们别要动我 老四什么 老四变拼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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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把位子全占了 不带我玩是吧 我直接做社交团购了 拼货拼多多 开创新品类 那现在在你封众过去几年 老大老二老师老师 效果最好的是老几 不是都有 其实封众上面有很多是 就是一般性角度来说 是很多人开创了新品 后来新品也靠你 对啊 你看二手车啊 好多都在你这里 都很多就是一些独角兽公司 小米很多都在你 对就是它 投资界有一篇文章说 过去五年最后的特征是 你要知道谁是独角兽 就要去看一下分众 第二句话是说 你要知道谁会成为独角兽 你也去看一下分众 所以看分众就知道 这两类人 这个你抢的心智也很厉害 我也是寄信的来问他这个问题 说如果你把我当成一个商品 你怎么来定位我 我估计他已经是 两千次跟人讲这个话题了吧 我觉得他形成了一个 刺洽的一个传播理论和工具模型 然后他用这套东西来说服那些品牌组 到分众来做广告 他其实对你有两个要求 第一你有没有对我的品牌有更大的一个传播力 第二你有没有对我的销售有结果 所以这两个东西对江南村来讲都是有煎熬的事情 就人家拿了三个亿五个亿在那里投广告 投到后来说东西没卖掉 那他也很没面子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十多年长期以来的 跟一线的接触 所以他是中国应该最勤奋的销售员吧 每天跟企业家打交道 拜托他们来投分众的广告 所以这个过程中他实在 我觉得商业他就是一个经验值的问题 他看了那么多的跌跌伏伏 沉沉白白 所以他又是个很善于思考的人 他就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洽的传播理论 所以我跟他开玩笑说江南村到全中国 任何的大学的广告系当一个金牌教授 到任何的营销专业里面去当一个教授 都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你一直对人很感兴趣是吧 或者跟人产生互动很感兴趣 对我觉得 就是文学就是人学 研究人的学问 你所有的生意逻辑都是跟人有关的 你其实在对人的观察和他的 无论他的生活轨迹的观察 他的心理心智结构的观察 他的心理规律的观察 你一定可以找出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的 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问题分析 分析问题的逻辑框架 和你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 有多大的进化和迭代吗 我觉得现在我是比较逻辑化了 以前我们是比较跳跃化 因为你守城的时候你需要逻辑化一点 你在开创性的时候你需要跳跃一点 你把两个 如果我觉得现在的缺点是说 我已经不太能够把两个开创性的东西 就越来越少了 以前我说电视广告是电视广告 户外广告是户外广告 你合在一起变成是户外电视广告 你敢于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像我们读《先锋是歌》 不就是把两个挨不上的词语 非常挨在一起 它就是我们叫词语的跨界组合 实际上商业模式是不同的商业元素之间的跨界组合 但是你越到后来写PPT选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逻辑越来越流畅 坏处是你的跨界组合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方法是 当你已经没有再开创出这种全新的 这个事业体的逻辑的时候 你变得越来越逻辑化的时候 那我就换一个思路 就是你把电梯媒体这个 你手段 这个你了解程度最高 最了解的 直接永远聚焦在这个位置上 穿手 我今天做了中国大陆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中国香港 可以去做印尼 可以做东南一带一路全部出去 就是我觉得一招先就把它做到地就好了 我认识很多媒体人很多诗人 都早期的创业是从广告公司起步的 就它的原始积累 租一个小房间 三五个人帮人家做做策划 写写文案 就把原来的诗歌 变成了一个广告词 把原来的散文 变成了一篇广告文案等等 大概就靠这个东西来贬现 但是我在想全中国的广告人 1993年94年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到今天还在做广告的 上海滩应该不会超过十个人了 就大部分都已经新散掉了 对 那么江南村其实还在做广告 所以你看 他在福布斯的内地富豪榜 排在第30位 然后他是 我看他的前100位里面 唯一一个他的行业来自己广告的 别的都是贸易啊 互联网经济啊 金融啊等等啊 房地产啊 就是他那个词叫做广告 所以他把广告作为一个产业 然后呢这个产业呢 又让他完成了一次迭代 他创新呢 他也是在广告行业里面 甚至在中国的文化行业里面 很少的一个人独占一个品类的人 这个蛮少见的 过去10年 其实你的跌跌当中还挺多的 08年的时候 是你股价比较低的时候 对对对 从60块钱 然后这个上市跌到过6块钱 对对 然后11年浑水的调查 然后13年私有化 15年回归 对对 整个有一波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主要还是08年那次的这个波动特别大 08年我看你是 我看材料说你09年重新来管 对我08年离开了公司一年 我原来认为是08年为什么可以交班 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又是奥运会 广告又暴涨 一切都是最顺的时候 我退下去 退居二线 第二部分呢我就觉得 我把分众已经标的起来了 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我还没想好去做什么 我有考虑过投资 比如像男鹏这种 男鹏这种在鞋成创业 到后面变成做投资 其实我是兴趣见了客户很多 对 你的兴趣的投资也挺好的 而且我经常可以帮这些创业者做些参谋 对对对 挺好的 当时的分众的瓶颈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的 还是因为商业模式造成的 那时候还没有金融危机 03年开始到07年 到07年就是你开始增长都是百分百增长 到后面你就维持不住百分百增长 但是你觉得已经很疲惫了 你已经拉不动了 拉不动了 拉不动了 其实你又不能坦然接受百分三四十增长 所以你觉得要保持这个增长 你必须横向去做收购 买些东西来通过收购兼并来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你收购兼并的东西 你现在居住是买对的 那个是那肯定是就说明你的主业 夯实主业肯定是对的 关键的问题是你买的都是跟人有关的公司 而不是跟资源有关的公司 你买的人有关的公司之后 这些人擅长了 你这个公司是守不住的 如果你买的是个资源型的公司 那么你最后你会发觉 他可能资源累积起来 有个好的团队去管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对 人力有关的公司你全自收购了 对人力资源的公司 你只能买一个小股东 让他们作为创业者 对对对对对 你一旦人力资源公司 你全资买了以后 一来两年退出以后 等于这个空壳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它核心价值是跟人走的 那后来08年怎么 后来你回来以后 通过什么样的调整 让公司重新来起来 我就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聚焦主义 我就把那些所有的 收进来的东西全部要了 清清清 后来浑水打击的就是说 你一买进来的公司 你明天又一块钱全卖出去了 你当时怎么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2亿多美金买进来 最后两亿美金卖出去的 这是直接亏了两三亿美金 对那么对这个 这个就是说明就是 我觉得我错了 我的风格就是我错了 我完全相反正 我就错了我就全部要了 那么这是义无反顾 我觉得我错了 就回回主业 我还是回到价值创造上面去 就我最擅长什么 第二我能给客户提供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我顺着这个角度去做 这些东西我后来都是09年回来 就盯着一个主业不断深挖 后来它的价值就越来起来 我回来的时候大概只有三十几亿了 零收只有三十几亿了 然后后面现在已经变成130亿了 我觉得还是在09年回来之后 你每一步行驶 你也能接受市场的增长 不再是你想象的 好像每人要百分百增长 那你没办法我接受 我就云着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前进 那也很强了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那个11年浑水 开始当时在资本市场举进你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也是移动互联网起来的时候 大家在说原来在电梯厅里 说是无聊时间 那现在大家看手机 对 当时这方面冲击大不大 2011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声浪是有的 就是你的收视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五年之后去看这件事 我认为它对别人的冲击远比对我们的大 这个因为电梯口的时间非常短 两分钟 你如果看手机最好的时间是坐在车上 或者我正在等小波老师来 我在餐厅等你 然后我们就看手机 要坐着和站着是不舒服的 看手机站着看 坐着就很舒服 你能够第二是你有十分钟以上时间 一定会拿手机 如果只有两分钟的 你不一定要看 大部分的也不会看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场景是一个短暂的滞留的世界 对 其实分钟的很多价值是没被挖掘出来 对 我觉得生动的价值 还是回归到我当年做这件事情当中 我觉得我主要是发现了一个规律 其实我发觉广告其实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 就没有人要看广告的 所以你可以发觉消费者什么时候会 你可以发现一个独特的场景 消费者等电梯啊 坐电梯的时候 会主动开一下广告 这两年的移动互联网 你觉得对分钟的影响有多大 是正面的影响 基本上是特别正面的影响 特别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它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消费者的资讯模式转到移动互联网上来 看手机的时间比看所有媒体的时间的总和都大 那么这是一个对我们比较有利的事情 但是从品牌引爆角度来说 我认为手机上消费者看内容不看广告 所以你真正要引爆一个商业品牌 要把一个锯子打进去并不容易 但对分众也是个好事 对吧 他赚他的钱可能也许赚了很多钱 Netflix变成1700亿美金的公司 成为很伟大的公司很好 那么但反过来说至少在广告市场的角度来说 有头部的就是那还是有很多人看广告的 在视频里面7亿用户可能2亿会员5亿看广告的 但是其实这2亿的会员往往是最头部的 但头部的力量恰恰就是分众的那些人 那么他的广告模式反而是以分众为 比较影响最明显的这种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移动互联网 它的对媒介市场的结构发生改变 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你看刘肖东他跟你说20年前我的营业额只有10个亿 我现在有一万个亿 你看我涨了1000倍 但是江南村的08年是跟你说 我的股价原来是60美金 现在跌到了6美金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6美金变成十几美金 20 30美金再回来 然后他重新来执掌分众 然后退市再重新上市 接受移动互联网的挑战 你可以发觉其实过去10年 江南村其实是个钻钱机器 然后他跟所有的 现在的新经济的关系也很强烈 比如他说 中国很多消费互联网的独角兽的引爆 都在分众传媒被引爆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反而成为一个受手机影响相对较小的媒体 这个时候我们反而是凸显了一个内动化媒体的入室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失误 第二次我认为移动互联网还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好 刚才我说的碎片化给我们创造 反而今天分众不应该叫分众 我们以前说过的公司叫屈总 我们应该现在叫屈总 分众跟今天互联网比还精准吧 互联网手机上可以研究你是谁 精准到达千人千面对不对 他们更精准了 我们今天还有精准可卖的 没有对CCTV分众是精准的 对这些互联网公司我们一点都不精准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不靠 我们今天不卖分众 我们卖注重 谁能够在一个很转断的时间当中 把两三亿中国主流少群的一次性引爆 把这个品牌迅速直流少在脑子里 我呢 所以这个我们别的注重闹事了 我第一次听家长推演讲 这个舌头那么好使 听出来给我们看 我这个131的生意 一半就看到那个舌头 变出来了 是吧 全中国最贵的舌头 我们感谢一下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对分众不是很了解 或者觉得分众不够性感 但我跟你接触几次 我觉得 觉得你有很多东西 是真的是外界不了解的 一些一些东西 我们因为是不2C的公司 我们是2B的公司 虽然我们屏幕是2C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2B的 大家看不到你变化的东西 你在广告市场的份额 这样说就会看得出来 广告主是非常白分众的 他就觉得分众 就开创了不仅是说 它是一个就是封闭性的空间当中 形成了消费的必经之路上 封闭空间当中一个 又在无聊空间中的一个 最好的媒体场景 对 第二个部分很重要问题 是他在媒体场景当中 他开创了一种精准细分的模型 我一个礼拜放在你电梯里 你走进去会不看到这个广告吗 就是我要你看到 你大概就会看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两者之间就走向了 颗粒度比你粗一点 但是它的强制性更高一点 不可选择性更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得使得你有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生存空间 其实你做那么多年的广告 你没做艳国 我那天有一次 你参加我们活动 我不在说吗 江南村这个舌头全中国最贵的 一年要抬一百多一下了 对 然后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休息五六个小时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职业 那推动你现在的乐趣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一方面我可能经常跟很多的客户 或者很多的去做很多分享 就一个时候 我觉得分众怎么帮助他去做品牌引爆 我觉得我掌握了一些品牌引爆的原理 在什么场景 用什么样的媒体组合 这就是我的职业 我25年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掌握了一定规律 第二部分呢 我觉得我还掌握了就是说了什么 可能可以打动消费者 就是他在消费者的心智定位当中 怎么去做 你后来广告为什么一直没有换行 一直在广告的行业里 我觉得就是我也是挺专注的 就是说你会发觉你会的东西不多 你从大学两年你学会过什么本事吧 你只会广告 从大学两三年一开始 你在这个领域就不做越做越深 就一个人肯定要去看你的长版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不用去用你的短版给别人打嘛 你的长版肯定在于你对文学广告消费者心智的理解 而消费者行动轨迹的理解比别人快 前方限速又15公里 我觉得刚才树叶有专攻啊 就像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外卖一样的嘛 就像是就像当年我想过的嘛 跨界打街都我多了 对牛选不做外卖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树叶有专攻 地都做外卖了 为什么你不做外卖了 我觉得我终身的事业就是做好全球最大的电梯及电影媒体集团 电影广告媒体集团 结束了 我觉得我喜欢很垂直众生 我觉得这就是定位 我觉得特别相信定位 定位就是 人家不就跨界打街 别人媒体方法也挺好的 就是它作为一种平台性公司 我们是垂直聚焦性公司 现在我们进军了新加坡也好 这个韩国也好 那个这个印尼也好 我认为都挺好的 就是我为什么不在全球范围之内 把一种领域做声做头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不断去想各种各样模式探索 其实风险并不小 你把一种模式说把他一招先 你把它垂直练得就是你是一个杂耍 不变不变 对啊 你就把一个领域练得很熟悉 就像小宝老师你也是这样的 我们俩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在哪一个点上别人是击不破我们的 我们的心里有底气 你说到外卖是不是别人可以给 续豪同志就把我打扮死了 就你以为续豪同志多凶猛啊 对不对 你以为他们续豪会放过我 我不是看你在采访续豪吗 对吧 你说续豪同志会放过我 还是王兴会放过我 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打有好处吗 没好处 这都很凶猛的人 你以为跑到别人地界上 腿部被打断 是不是 你刚才也在讲就是说 分众不做跨界打击 只专注在这个行业里面 一直打算 你觉得过去十多年分众在中国地区 获得的这些消费者的认知和成功 比如你现在到中东去到欧洲去到俄罗斯去 你觉得能够拷贝吗 我觉得至少是一带一路的这种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可以的 就是它的能不能拷贝主要取决于就是说 它的楼是不是垂直型的 就是它是高楼型的 所以这个其实第二个 如果这很多楼都是很低的 这个不是以写字楼这种高楼为主的 那么它就行不通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电梯够不够多吧 这个地方 电梯是不是主流 第二是人口密度够不够高 我觉得这个是人口密度够高 这个楼房是垂直型 电梯密度很高的 我觉得我基本都可以成功 所以我们在首尔大概已经覆盖到了几百万人 哦 然后我们在印尼 有印尼 亚加达这两千两千七百万人 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建 新加坡我们在建 那么我觉得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都是比较高的 一个城市型的 电梯型的 没有电梯无法生活的 我觉得东南亚一定会成功 欧美会不会成功 我就不确定 东南亚我觉得够了 我们算过 东南亚的核心国家大概有23亿人口 嗯 那包括印度啊 包括孟加拉国都有1.7亿人口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孟加拉1.7亿 1.7亿 印尼是2.4亿 那都是什么 越南也 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做得起来的 你看 越南我们的加盟商也好 我们越南也 学习我们这种模式的人 大概已经 已经赚1亿多人民币了 哦 嗯 在越南只做两个城市和内侯之名 哦 是你的 拷贝你的 拷贝我的模式 对 可见就是 你发现这些地方地界是可以成功的 嗯 这一次跟他的交流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他的专注力 这其实挺让我吃惊的 就是 嗯 他把 他定义了 楼宇广告 同时呢 他在十多年时间里面完成了楼宇广告 从 呈现到商业模式的不断的一个迭代 但是 他又 控制了自己的很多好奇心和贪婪 一直固守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仔细想这件事 他是一家1500亿市值的公司 所以他 他每年会产生 四五十亿的一个净利润 那如果加上杠杆的话 你可以想象说 这样的公司可能换一个人 可能每年会有 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 去做周边的相关性的一个投资 或者去跨界打击人家 但你会发觉 加上杠杆好像也没有这个想法 他一直还在一个 特别垂直的领域里面做 所以 这会造成一个 一个 一个结果是说 那么五年后 如果我们再有机会来谈美团 来谈滴滴 你已经不知道美团会变成怎么样了 你不知道滴滴会变成怎么样了 但 风中传媒可能还是 今天这样的风中传媒 他把他的理论 磨啊磨啊 最后面磨蹭了一颗 像海边的鹅卵石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三板虎能够把你打倒 所以我一直以为 江南村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企业家 今天我们特意找了华士大 你当年 组织五月十会的场所来 如果你回到 当年的 那个年轻时候的江南村 你会想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想象的 对 我在台词上经常唾弃商业的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具有诗性的这个社长 社长 我觉得这些 我们当时就特别不喜欢女生们 都被商业的气氛所得 已经忘记了对诗人的这种感觉 对 后来我们就直接走向了这个 女生喜欢的那种类型去 对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 看当年的 当年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每个年代 就是有每个年代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错过 青春期的时候 做了青春期应该做的事情 是吧 然后你成熟了之后 回到现实社会当中 现实很骨感 你又在现实社会中做了一件 开创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 写诗歌这个事情 本质上它是一种词语的创造 是一种情绪的创造 我觉得创意创造你的声音 想象力创造你的理论 其实我们像分众这种模式也好 它的能创模式 它跟写诗歌是有关系的 它本质上它就是一种 不同元素之间的总体 而且它就是一个想象力的 通过自己的想象力 通过自己的创意 去开创了一个 新的全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从底层逻辑是一样 底层逻辑是一样 你为那个创造了文字 这个创造了一种商业模式 商业规律 我最近刚刚写完 《机档时间随大一档》 我总有一句话 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 我们都在被时代改变 在改变时代 本质来讲 还是时代改变我们更多一点 我们还是一些随波逐流的 无非 没有这个大时代的背景 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大家还在努力地工作 谢谢 谢谢男生 谢谢 我经常上来自己朗诵的 你知道我朗诵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喜欢一个白微镜拖在地上 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山装 白微镜拖在地上 然后是这样走来走去的 你知道吧 后来这造型根本做不下去 我来当你的观众 整个冬天 我坐在门槛上 饮水 取暖 看花朵如何动情 阳光如何落在别人的尖头 整个冬天 我呆坐 眺望 拿笔写下轻力悠扬的诗号 情人不在 情人和他的两个灵魂 都在大街的中央 而他亲手制作的一封信件 我觉得文学对他来讲有两种 第一种是 让他掌握了一种语言能力 他能够非常形象的 准确的把自己的商业模式 对公众和对消费者表达清楚 第二点呢 我觉得诗歌也好 文学也好 对他来讲 在他生命中就是一根围巾 他可以没有 但有的话呢 能够让他在那么繁忙的生活中 有一种温暖感 你刚才看他在台上朗诵诗歌 他还是蛮自得其乐的 所以你会发觉说 其实作为一个 华师大师社的社长的江南成 和现在作为一个分众传媒的江南成 他内在对文字 对生活 包括对女生的热爱 好像还仍然是存在着的 对人民的市场 一样的未经许 当然是有络华 不得了 多长時間 都要是有络华 一样的 你 有络华